香港美食百花齊放 但在我心目中 傳統粵菜始終佔了一個無法被取代的地位 今集我們來到銅鑼灣諾克道的厚德飯店 現身是一位系出名門的師傅 如何嫁輕就続去炮製一些經典的老派菜食 當中包括工序繁複,已經頻臨消失 是相當考刀工、考耐性、考經驗的借故族 還會說釀焗蟹蓋和手釣淋油炸雞 這兩道在我眼中算是其中兩款老派菜館 考牌菜式的整法 這三道手工菜全部都是不急得的 全部都是要拿個心出來才能做得好的菜式 事不宜遲,現在先來感受一下 師傅如何漫工出細貨 先從這道話名叫竹,但完全沒有米 可以說以前的大戶人家吃東西有多刁鑽的 其中一個體現之處 說的就是謝菇竹 它的名字有個竹字,但沒有放過一粒米 竹從何來呢? 這就是考師傅的道工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主角謝菇拆肉起骨 我從空口位落刀,一夜湯都上頸 沿著翅邊的架位,用一個半切半扯的形式 慢慢把肉拉下來 這有經驗的師傅,好像刨丁解牛一樣 是有隱有餘的,我避開了骨位 因為這些足跡的target煮給小朋友、煮給老人家吃 所以對於骨的處理就要好小心 起骨之後就要去層皮了,只要肉 這一步就要去得徹底一點 是連貼在肉上面的少少脂肪都要切走 因為皮和大塊的脂肪 在煮熟之後的口感是硬硬彈的 吃粥是不會吃到有硬硬的口感 當然不少的就是挑釁筋 一句總結就是把連貼內臟一共 一共剪得那十兩鬆點重的謝菇 去掉了筋、骨、皮、油 只要肉 這樣切出來的一小碟肉幾兩重呢? 答案是差一點,先到四兩 起了肉出來,這只是第一步 之後就要細心檢查一次 還有沒有細骨和流氓之魚混雜 下一步就是給耐性,將它剁成肉尾 話說以前有個說法叫一菇頂九雞 就是貪謝菇之寶 所以就算是普通人家 都可以簡單切去蒸來吃 就能連其他材料一起做個煲仔飯 謝菇粥當然也有一個平民版本 就當它是雞粥煮法 哪有做得這麼精細 就算是普通的家常便飯菜式 因為老人家的飲食秩序當中 他們覺得野生謝菇是會吃法半下的 所以肉是可以花淡、止咳、定喘 亦可以幫小朋友定鏡 是一流的弱線食材 要說回這碗沒有米謝菇粥的口感來源 就是淮山 你可以再講究,再復古一點 就是用心薯 但因為心薯一年只得一做 不是那麼容易買到 而淮山會是一個很好的替代品 它做出來的口感吃起來 會更細膩滑漏 蒸熟它滑山後 剁到它變成蓉 然後放在一邊備用 最後在調味上 可以選擇加金華火腿來畫龍點蒸一下 因為整道湯羹的關鍵是容易吞煙 所以火腿這些沒辦法剁成肉泥的 唯有盡量切到細粒 整碗粥吃到口感才可以一致一點綿滑 這部份的火腿下會撒在表面 另外當然要用火腿拿回上湯 至於剛剛起完肉 剩下的蔗菇骨殼 不要浪費 放進去熬蔗菇湯也好 你也可以選擇加上燕窩 增添新價 這已經發了八九個小時的關鍵 現在倒入 用老雞尺肉金華火腿 還有蔗菇骨骨殼熬出來的湯 拿去燉多15分鐘 同一時間可以開始煮粥了 放一點點蛋白 拌勻蔗菇骨肉 作為天然酥肉劑 可以讓肉吃得更滑 同一時間可以加上少量的鹽 放一點味 之後可以加一點蔗菇湯 讓肉不要黏一塊 待會煮的時候容易退開 埋鍋的時候先放蔗菇湯 這是味道的底韻 然後放淮山 這是一碗粥的基調 想煮出一碗幼細綿滑的無米粥 關鍵就是現在 要用慢火輕輕地推開 推化它 之後放的就是剛用湯 蒸了15分鐘 已經入味的燕窩 推均勻之後 最後才放蔗菇肉 全程要用小火的 千萬不要大滾 慢慢來 但材料也是煮得快 例如已經剁成熔的蔗菇肉 倒進去 大概一分鐘左右 已經可以撈起來了 否則就會老了 上碟之後 可以再加一點燕窩 在表面 撒一些火腿粒 令這碗粥的賣相 看起來沒那麼單調 其實這樣一打開蓋 如果眨眼看起來 你會以為它是一煲 普通的瘦肉粥 一點都不出奇 但其實它就像開水白菜 大士鍋炸 但你也類老派創食一樣 是實而不華 它的功夫是埋在底 所花的心機 你就這樣看 是看不出的 是放進後才會發覺 它那種從根本上 是不會米水分離的麵口質感 吃起來是相當舒服 你一口當中已經有齊有燕窩的順滑 有火吞粒的鹹香 還有蔗菇肉的小小的咒頭 吃起來是很香很實在 而味道調和得相當好 是帶有一種 不是吃雞粥或吃瘦肉粥 可以給你那種清甜順和的感覺 即是原來以前的大戶人家 會吃這些開胃健脾的 富貴母米粥來進步 如果現在你還見到這種 有得買這類傳統手工菜的餐廳 就真的要好好珍惜一下 厚德飯店就是這樣 一家樓高兩層裝修雅廁 主打公家扎殺手工菜的餐廳 其實這三年疫情 令飲食業的流動性大了不少 所以多了實力派師傅出來闖 剛巧遇到百樂肯投資 才會出現這間 舖面並不張揚 裝修也不算很奢華 但如果你是吃得欣賞手工菜的人 自然就會找上門的 一家類似半絲房菜形式的餐廳 當然啦,它都會做walk-in客 但如果你想吃好東西 即是借菇粥這類工序繁複的菜 當然要提前預訂 但也有一些菜式 雖然都是花花心機和時間去做的 但那種深入人心的程度 幾乎到一班人來吃飯 是必然會點的鐵膽菜式的那類菜 師傅又如何拿捏呢? 炸刺雞一定吃過 而手釣淋油這個做法 相信你一定聽過 但是不是就這樣淋煮雞 就上桌這麼簡單呢? 我們現在由頭到尾 看一次怎樣做 這隻是龍肝雞 如果雞拿的話肉會硬 所以只會用雞弓 你拿到手 首先要清掉內臟和其他髒東西 然後用熱水浸一浸雞 你握緊它的胸口位 塞進去 這個步驟其實是幫雞定型的 讓雞的腿位縮起來更好看 浸完熱水後再過一個冷水 讓它縮一縮 肉身也會更緊緻 定好型後 就要上尾了 你可以用懷鹽擦勻雞內籠 擦得仔細一點 但用量又不需要太多 若摸一瓶跟懷鹽左右 已經可以了 你塗勻它之後 下一步就是上皮水 皮水主要是蜜牙糖 大紅節醋 還有紹酒等等 混合出來 它的翼位因為它夾住了 很難上色 所以你記得 淋多兩殼的位置 當你均勻地淋幾輪皮水之後 下一步拿雞去封乾 脆乾後就可以埋鑊油了 首先倒轉雞 淋一淋它的內籠 以及這時候可以順便實測一下 現在的油溫是否OK 你是否以為 首釣淋由炸至雞 就是由頭到尾釣到它淋熟去就算 其實不是的 現在這個步驟叫做浸雞 其實它全步驟可以粗略分成 上皮、浸雞、淋雞、斬雞 這四個環節 現在浸雞的目的 就是提前浸到它半熟 等客人落單時 再手釣淋油淋熟它上桌 經驗之淡 這種大約2-3斤的雞 用這種不要太猛 吊著火大約六成左右的油溫 浸它大約8分鐘就可以拿起備用 這8分鐘是不能走開的 是要不斷潑油上去浸不到位置 然後不停轉雞 就為了讓它均勻受熱一點 浸完之後 再放回風口位繼續吹 吹到有人落單為止 下一步就是氣浴 就是手釣淋油淋熟它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用的油比之前的 是稍為深色一點的 師傅也有補充到 如果純粹用新鮮的油 是炸不出效果的 第一步就是 把半熟的但已經均勻到變濕溫的雞 放回去浸一浸 把本身已經收縮的雞皮 淋上醬身一點 然後再落勾 吊在那裡淋 搶回皮 一路淋的過程 手是一路轉 這個淋的過程 不用太久了 大約3-5分鐘左右 怎麼去判斷雞已經差不多 靠的就是聽聲 如果聽得越多油的炸炸聲 換言之 雞本身的水分走得七七八八 這樣就表示是時候了 當你想了成千上萬隻雞 其實單單看顏色 都猜到火候已經對 一隻出色的炸刺雞 在我眼中 快皮、挺身、薄脆這些基本食物 雞肉是要夠熟的 醬汁才能夠鎖得十五 會流到整個碟都是 入口是皮脆肉嫩 說得來 醬汁是咬的時候 才會釋放在口腔裡面 調味均勻 香而不鹹 雞味粥 但又有適當的滋香感 不過吃起來又不會漏 一隻薄皮不油 層皮鬆化香脆 雞肉入味多汁 就是一份吃過翻層味的炸刺雞 好啦 看了一道沒有米粥 再看完一道飲宴必備的鐵膽菜 之後就來看一道海鮮菜 蟹 沒有人不喜歡吃 但吃得很麻煩 料來料去 只有少少肉 都不夠黏牙 福利門創辦人 徐福全 當年他還在香港首富 河東家做家廚的時候 就創了一道讓焗蟹蓋 從此多了一道不費吹灰之力 就可以大口大口吃蟹肉的方法 這道經典菜式其實是怎樣做的呢? 如果在家裡又有沒有機會做到呢? 現在就看看師傅來示範 一道釀焗蟹蓋和一道炸蟹蓋 分別如何做法 看你學到多少了 做這道菜式 師傅會推薦用紅蟹 因為鮮甜不腥 一隻蟹通常十兩十二兩左右 鋼蟹比較實肉 起出來的蟹肉也會稍微多一點 在湯蟹的線 師傅會先在蟹掩的位置刺一刀 然後再用刀 銀著蟹鉗的位置 輕輕撬蓋出來 當你切走梳後 再把它斬成一件件 輕輕洗一洗它之後 再拿去蒸15分鐘 蒸好之後的蟹 在拆肉前 先輕輕拍一拍殼 但又不用拍得太大力 因為如果不是拍得太碎 那些鶴蟹黏在肉上更麻煩 至於怎樣才能拆蟹 拆得很有效率呢 那就看師傅表現了 就這樣按一下 然後一拆一拆地撕出來 拆蟹也有很多人會拆的 這樣就一拆 多漂亮 再來是另一拆 再來是另一拆 按一下它 按一下它 然後這樣 它就是一個拿著的比例 然後用手扭一下它 好像幫它做按摩 然後成一拆 這些膏 這些膏 這些腥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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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拆的 這個一拆拆 你跟它拆 它 就好漂亮 好 到這些 都有肉 折它出來 折它出來 折了這個膠位 然後折它出來 到這些 它又是這樣 一塊這樣 拆它出來 很多人不會拆蟹 就碎了 沒有肉吃 你像這樣 這樣再弄一次 給你看看 這些全部都不要 這些 是吧 這樣 輕輕 我們用手 按一按它 它的 骨 就會分離了 我們容易拆它 拆它 這樣就拆到一拆 這拆 你看到的 這些 是骨 來的 那隻就好像剝花生 這樣 是不是 剝它 剝完了 這些沒有了 你拿著手 拆它出來 是不是 是不是很簡單 看來是 哈哈 哈哈 你看它拆蟹肉 真的好像剝花生 那麼簡單 師傅說拆蟹是很講耐性的 你應付這些 嬌亂到好像豆腐 那樣的蟹肉 是急不來的 還有用工具不及用手 可以很準確地拿捏到力度 師傅拆得多 經驗之譚大概總結到一個比例就是 若摸每一斤紅蟹 就能夠拆到三兩幾 接近四兩種蟹肉出來 讓蟹是一道中西合璧的錯職 當時徐福傳是受了西柱啟發 首先除了有主角蟹肉之外 還會加上洋蔥做配角 而麵拌和牛奶 都是煮西餐常見的材料 首先燒紅這鍋 給好燒好燒油就夠了 炒一炒洋蔥 師傅再加點乾蔥 所以炒出來會更香 你不需要炒洋蔥去到金黃色 其實大概炒到半熟 即是白色偏黃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蟹肉 這個環節是不需要食材熟 只需要炒熱 炒均勻 釋放香味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不需要炒好久 加入蟹肉後 大概炒多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炒起它 之後就洗一下鍋 開大火 看時候進行第二階段的加工 倒好已經炒第一撥 是混為一體洋蔥和蟹肉的餡料 這個時候 下雀糧的牛奶 很少 拌勻之後 再加一點麵拌 剛好是盡量煮乾的鍋 是要炒出它們的香氣 現在是想讓它們的口感 是creamy 和濕身 方便待會讓入蟹蓋當中 讓的時候 用把餐刀慢慢壓緊 讓蓋的邊角位都塞滿了餡 然後再慢慢批平滑 下一步就是上蛋黃漿 這裡的餡子壓得夠實 是不會掉出來的 雖然不用慢慢掃 直接整隻反轉它浸下去 這樣就搞定 之後再均勻地拍麵包看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萬事俱備 是時候可以下鍋 開大一點的火 扯到七成油溫左右 放下去炸它 如果你發覺油溫上升的話 就拉起鍋來一來的火 如果它繼續上升的話 就侵回常溫的油來降溫 總之務求維持現在的溫度 至於判斷什麼時候OK 都是通過看那些泡 經驗老道的師傅 看泡已經知道水份 是不是已經逼得七七八八 是不是到了他心目中 理想的乾身香口程度 如果到了 最後再會開大一點的火 將裡面的油溫 逼迫出來 蟹蓋吃下去 才會脆而不漏 總結來說 整個過程炸它 大約三四分鐘左右 就可以上碟了 炸蟹蓋是這家 這裡送的主流做法 但很多時候 你看餐牌上面 它的菜名是寫成 讓焗鮮蓋 沒有用過炸字 反而用過焗字 但其實焗才是最原始 徐老先生當年發明的做法 但後來因為焰殖太多了 如果焗的話 根本做不像 所以才是老師傅改良食譜 因為炸的話 同一時間處理量 就能夠多很多了 所以可以這樣說 這算是順應潮流的 飲食細節的演化 但如果追完索本 一個焗蟹蓋 又應該怎樣焗呢? 兩隻在前面的做法 是一模一樣的 直到炒香蟹肉 加上洋蔥之後 在回鍋的時候 會先加牛油 進一步炒香它 再加一碟瑤柱 一齊炒 配合先拆蟹肉 整件事先上加鮮 還沒夠 在拌勻之後 再加多一點蠔油 去調味 所以在風味上 師傅演繹的焗蟹蓋 它的鮮味更突出 而且咸香十足 但你吃下去 又不會覺得很滑 因為洋蔥能夠發揮 做一個很好的 緩衝解漏作用 它們兩個做法 材料九成相似 味道都很相近 但各有鮮臭 都很好吃 說到這裡 今集內容都來到尾聲 這次算是很深入前出 籠統喜歡了 三度大家都耳熟能長的 經典手工粵菜 大致上是怎樣做法 當然啦 炮製這些工序繁複的菜式 實在有太多可以出錯的空間 我想大家只要嘗試一下 在家裡模仿一下怎麼轉 就會明白 經過千除百煉師傅的手勢 是多麼難能可貴 好了,今集內容就到這裡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前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